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是多么深爱香港这国家 香港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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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2024年11月18日 的十一哥 就不知为什么的 很生气 突然之间说这个美国人民主失去了 民主的失败似乎 他那些是很支持河妈那些的 即是今时今日民主这两个字 要重新去执一执 亲华的就叫民主 不亲华的呢 就叫做民主的敌人 民主最黑暗的一天 诸如此类 而湯家华最近呢 就批评特朗普当选 就是美式民主的崩溃 他说的东西 其实他以前就不好了 二五仔 加入民主党干嘛 香港那个搞不定他 他适合的是加入错地方 是加入美国的民主党 就是当日他大壮的身份 再加上十一哥的身份 那断到正 正宗就是民主党人 是不是? 美共的代言人 就是浪败了他 他有那些国际的十元仔的能力 没有好好利用到 这个是很令人觉得远色 就是生不逢地 不是生不逢事 就话说湯家华呢 最近就有一个叫做 政思明路啊 的专栏 咦?还有写东西的 他就说了 由美国的大选 之前都说了的 就是大外宣想的就是 无论哪个呢 去赢都好 都说你这个美国的大选 正正是民主的衰落 正正就是乱 一个字 黑责民 是吧?乱 那湯家华就由这个美国的大选 看到美式民主的崩溃 因为民主都分很多只的 有英式有法式 所以我们都有中式民主 那今回他讨论的是 美式民主的崩溃 你当籃球是美式足球那样 那他说了 美国终于陈埃乐定 选出了president elect 很多人民调结的时候 都预测 川普是会赢的 不过 没想过赢得这么轻易 就是你润啊何妈 以压倒性姿态 这个其实不是很压倒性的 我经常都说了 美国人民男努女继子 那一代 今次来说 你都见到 竟然 还有四成左右 是投给这个河妈的 那四成是什么人来的 美国是有很多的坏分子在里面 以及这么轻易都可以的 那些荷里玉巨星 之前说过的 不再表演的 在那些红州那里 现在周周都红 加州红 加州红卡拉OK 其实是 对了 其实是不是故意的 那样 润这个美共 不过倒了 不知道 加州红 好了 他们就只可以 涌极了 入去这个加州那里表演 对吧 结果他们就说 之前说一下 八世当食山菜 在中国人的古文化来说 现在全都丧失了 在崩岳怀 破四舊立四生 批林批孔批中央 现在说谎 当食山菜 但是 倘若还有古法 就是我们是中 这个乐言 一落千金那些 的时候 哇 大哥 你许完个乐言 你不表演的 结果又是为钱 这么搞的 不过 没有人说 要有道德的操守 才可以做 做荷里活的巨星的 那做荷里活巨星有些什么的 要求啊 是不是那些 男男女女女女女男 要黑色 跟着 命贵一些 跟着还有些什么 加上元素进去 最好几十个性别 这样 这样就聪明了 对吧 不都好 总之十一汤 是好不满 为什么要有这么压倒性 那么压倒性 有些什么问题呢 就是以前都还有参重两院 各样拉 那现在 唯有靠那些人帮忙 帮忙的 在参议院 挡住特朗普的人士任命 所以美国的制度里面 其实啦 美式民主的没落 没落之处就是 不得透明公开 参议院那些 可以不记名投票的吗 那么坏的吗 咳 事实上 美国人民已经是授权了 你看到 参议院 众议院 加上侵侵 授权了 就觉得民主党太难了 很明显 可能有这些十一元素 在里面了 于是乎 才想侵侵 放手一干 结果想放手一干的时候呢 加尼啊 凉 那样 结果啦 参议院 都还有个Reno 在这里挡住 继续这个 麦康奈尔之后 又来一个 川岛方子啊 Anyway 十一汤 在这里说了 近代美国的选举而言 民调呢 就未能够掌握到 共和党支持者的取态 很多次啊 都是的 这个美共呢 是以 比民调没那么乐观的方式 但是都不要那么夸张 甚至乎输了 他的意思是 你不要说以前啊 你那些民调各样 经常做假 不得客观 这个也是美共啊 的漏集 就是以为自己那些 很有办法哦 对付中国啊 晶片啊 各样 结果朝朝都漏的 你猜沙基啊 那结果人家 华为摸到那些五纳米 侵侵一上台呢 你见全世界已经开始 喂不是哦 颁掌归位哦 要做回正那些事情 但是美国 所谓的盟友 是哪个啊 英国是吧 啊 以及法国 仍然是继续 向这个马克思思想 全速迈进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以容许欧洲啊 有这些这样的 逢左必共出现的啊 所以迟了 真的 没得搞 而今次 果然 没有老虎 就是这个 特朗普可以榮升 做这个 打虎英雄传 啊 美国没有重 因为呢 他又将这个 两只 一只就是希拉里 一只就是 卡玛拉哈里斯 河妈 就是黑女人的啊 是吧 总之今次呢 最惨的就是啊 湯十一 认为了 喂 你没理由连总票数都输了啊 那你见到了 那你见到了 美共的支持者 就是我们的 湯十一 那已经可以知道啊 支持美共的是什么人啊 就是这些质地呢 是一旦旦的 都是拥有着anyone but chum 啊 就是 总之 荷妈 啊 那你说那些人什么质地 咖 咖 那为什么可以推论到 美式民主的没落呢 失败呢 各样 这么厉害,不过,汤十一和这个姓汤那些,汤敏良,大家说的都是差不多,什么升不厉害,跌先厉害,好像说鬼了,跟着,什么痴鬼了,个总制那些,anyway,汤十一说了,再看民调关注的议题,27%经济,而移民和这个BB呢,分别就是15%,15%那样,关乎外交,和俄乌各样,其实只有3%的而已, 对华政策就只有0%,所以汤十一认为美国选民是不会理会美国在国际间的所作所为的,但是为什么民主共和两党都可以在国际间对华政策上面肆无忌惮,胡作非为的说,意思是美国人民就没有关注到对华政策的要求的,为什么你参众两院加上总统,经常就拿这个中国来说汤, 也就是汤十一认为是文不对题,那我可以回答他的,人家有27%的公众是关注这个经济的嘛,经济上面啊,中国的疫情啊,当年搞到美国的经济,屎林尿蓝,你不用还啊,是不是? 而且啦,倘若能够对华征收回那个赔款,六百万亿嘛,那六百万亿嘛,那六百万亿就是足够可以提升到美国的经济啦,是不是? 啊,例如那些国债啦,那就weave了去咯,啊,中国买那些全部就cancel,对回清朝那时候的数啦,啊,他自己说自己是中华代表的嘛,就是清朝的国债你有份的啦,麻烦啦,是不是? 这个是侵侵需要做的咯,没得不做,还要快快做,是咯,那这些就是经济啦,所以汤十一看不到的就是啦,对于中国来讲,啊,这个竞争者啦,两院,啊,以及总统啊,一齐,啊,落足功力的时候,审视中国那些不守贸易规则的地方,在美国拿着数的地方,找了美国人笨的地方,那在那个经济上面搞好它,那是正正回应了那些人民啊,啊,关注的那些人,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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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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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另外,我不知道,因為他沒有引用什麼民調各樣的,可能是亂作而已 隨便吧,他說45%就認為美國民主不可以代表美國人民利益 62%會爆數,超過100% 認為政府只是代表本身和精英 有56%就認為公務員利用職權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 這個都對的,因為這份民調是你選之前做的,完全對政下弱 美共好好聽聽 首先,民主黨本身,那些美式足球款的民主,就未能代表美國人民利益 還有62%都認為民主黨本身,那些精英主義,懶你人民的屎活 和英共差不多,農夫最近才吵得很誇張 但是,Stamma就運路走 還有56%的公務員利用職權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 是不是說法治那些,註冊賣賭罪裡面的有限公司 賣的專利,發得不清楚 Anyway,湯十一認為,若然制度不能代表人民利益 那這些都叫民主嗎? 所以他認為制度歸制度,發揮不了效果 因為你美國,就應該關注人民利益才是 例如經濟,那些移民各樣 那,Tamma至少回應了移民這件事 而且經濟上大家都認為登登,又通脹又成,經濟不行 若如是,那這次的結果是,很反映到反而是民主的體現 你不可以這樣看嗎?此其一也 其二,我都說了,六百萬億的罰款壓到下來 美國什麼經濟都有,所以一定要快些做 另外,76%選民認為美國民主制度是避受威脅 因為一直都是民主黨主政,美共 馬克思已經令到民主制度,五台山,即是幽傳,熟山劍合轉 已經拿了主導權 另外,46%認為,川普是不利民主 即是有54%人認同川普是民主的 非常好,和選票數目差不多 而在那46%裡面,有高達93%就認為,川普對民主是構成最大威脅 因為那46%你就看到了,即是最近有一樣東西說 你極左那些,如果人家得罪他們,嘩,追人家九條街 扔轉的時候,右派那些,很多時候是,即是說兩句就算了 尊重言論自由,長此以往,右派就被消滅了 因為馬克思都是要有這個言論的話語權的 不讓你說某些事情的,要言論審查的,要規管的 動不動就說你Far Right Fugus那些 那你又見到,所以長此以往,右派必然衰落 都不會捍衛自己的權益 藍奴女雞子,那一代 因為左派又只會勾結中國那些馬克思 到最後就一家人,都沒什麼分別 是膚色有點不同,黑色馬克思 所以,湯十一一路寫這篇文章,他說很沮喪 一路寫又一路沮喪 而且,他身為這個芝麻人 對美國沒有絲毫的寄望,但都不可以這麼差 大概是這樣,只能夠咬緊牙關粉力自強 他沒什麼做過事而已 改革完善自身的制度,是不是共產主義 去抵禦美式民主政治病毒的侵蝕 好了,下款是行政會議成員,民主思路召集人 還有一塊這樣的東西,OK? 資深大律師,沒名的,湯十一這樣 大部分都是說,你又來? 李連英教人,藏事?那些藏事顧問? 不過中國真的出現這種藏事顧問的以前 千萬不要走出來湯十一 如果不是就很六加一的了 就是這樣,好,今天講到這裡 好,你看到